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有一个记者有的人 他说我越用过 忘念就越多 吸气就越重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以前都没这种感觉 我说现在啊 你去扫地 扫地 你把窗帘先遮起来 遮起来 扫地 你扫地 我说你那扫地有看到什么 他说看不到了 现在阳光很强的时候 把窗帘拉开 让阳光照射进来 你看到什么 哎哟 看到灰尘 有没有 阳光射进来就看到灰尘 这就是表示说 我们一般人啊 从来不修行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忘念 是时时刻刻的存在 这个鼻液应该听得懂吗 阳光一照射就看到自己 物内的灰尘 我们一用功 用波罗智慧力 一用功 就发现忘念特别的多 有一个问他说 你修行会起忘吗 因为他个初学佛 我没有忘念啊 我就跟他讲 因为他不晓得忘念是什么 哪有修行没有忘念的 对 刚修行一定会有忘念的 因为不知道忘念是什么 他说我没有忘念 不得了 没有忘念是佛 对不对 他知道忘念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慢慢的把它放下 所以修行啊 刚开始会有对抗 这个是难免的 难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